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秋香老师就要来分享 豆类也是老师经常烹调的食材之一 是 今天是要做豆类炒肉丝 是 那一般来讲 像这个今天我炒的是麦豆 这边这个就是炒豆 麦豆 来来来 让我看一下 那边的是四季豆 麦豆跟四季豆其实还是不大一样 你现在炒的是麦豆 是麦豆 那为什么我炒麦豆 因为上了年纪的人 其实这个麦豆就是豆类营养很高 但是四季豆它比较软 比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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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你干扁四季豆的话就要油炸 其实并不那么健康 但是这个麦豆或者粉豆 都可以切像我这样子切这个形状 我妈妈90岁的时候她都还可以吃豆 对 所以我就用这个麦豆 而且麦豆比四季豆也还便宜 而且麦豆好像也比较甜 对 吃起来口感比较嫩一点 像这个长江豆就是你生的生豆 或者是说你直接乡下的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种这种豆子 那刚刚嘉医师讲的很棒 就是说那个豆子很多虫 因为我自己就深受其害 我从旁边走过去 结果我回家全身都是起伏 毛毛虫的那个毛把我护着在身上 我一个月才好 真的 她很会 所以她那个豆子都会有一个洞 一个洞 一个洞 其实就是一些那个爬虫类的吃的 所以我在家里我洗的时候 我都是清水先洗两次 那我没有用苏打粉洗 我是用那个淡淡的盐水 那我为什么用盐水 因为盐水我们小时候就是乡下人 那时候没有苏打 盐巴下去那些爬虫类的 软软的 马上就会脱离那个护着在上面 所以我这完了以后呢 大概泡个五分钟就好 那我再清水洗个三次 就这样把它洗干净这样 好 来 我们今天来这一个示范的是 这个豆瓣炒肉丝 那其实让它口感一致 所以这个斜切 然后肉丝刚好也是成条状 是 那我先把这个豆子 先把它炒起来 好 豆子先炒 我们爆香的是蒜末 蒜末 对 那因为为什么要先把豆子先炒一下呢 因为这样子颜色会比较漂亮 那等一下我们炒肉的时候 加豆瓣酱下去 它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好 那这就是少年 你要让他吃这些豆子呢 其实年纪轻的人 我们除了就是外面的那个卤味的四季豆 跟干扁四季豆喜欢吃而已 其他的豆子你炒 他们几乎不太爱吃 所以你要去变化一下 让它觉得说比较好吃这样 好 那因为这个豆子啊 就是你爱让它是这么漂亮 一点点不用太多 好 那把它就是稍微的把它炒个 大概一分钟左右 很快 就是一分钟左右 因为那个导啊 我们就在讲就是豆子不能吃生的豆子 对 因为吃生豆会有一些小中毒这样子 豆子一定要吃熟 对对对 所以我们把它就是大概 其实这样子也OK 因为我把它切比较细一点 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回锅再炒一次 好 好 那我先把它取出来 好 我们熟了之后先把它取出来 那我们待会因为要炒肉丝嘛 对 肉丝炒熟了之后 再让它跟豆子混在一起 是是是 好 好 那接下来 来 我们就是再加油 好 来 我们加油要炒肉丝 肉丝前制作业有处理吗 有 我现在 我自己就是 试验了以后 就是 其实我们的那个腌肉的酒 你不要一开始就加 就是先酱油啦 什么先下去 然后那个酒就是后面再加 那我这里面呢 有就是太白粉水 就是太白粉加水 再把它倒下去 不是直接放太白粉 那里面有酱油 那 腌肉他说哪些 酱油蛋白米酒 酱油蛋白米酒 然后一点点太白粉水 是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把它放进来 好 那因为一点点的太白粉水 也会让它待会 这个肉丝比较容易把它剥开 是 对 那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子 给它炒一下 好 那一般我们就是会爆香 会爆到很香的时候 就是会用很高温 去爆这些蒜 葱 那但是呢 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抗氧化 抗老化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把它再爆过 太过头的话 你就会觉得就是 不是那么的健康 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上面 好 那你全部把它剥开的时候 炒这个肉丝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冷锅下去 但是因为 家庭主户都不喜欢洗锅 对 因为洗锅会护贵手 所以基本上都是 像我自己在做 都会一锅到底这样子 好 那我们把它就是 剥到旁边来 然后再给它补一点点的油 那就是要来炒那个 酱料 酱料 对 一点点 少量的油 是 好 这个是蒜 来 我们一点少量的蒜片 是 好 我在旁边炒就好了 等一下再把它拌在一起 然后豆瓣酱 好 豆瓣酱炒过的酱香不一样 是 好 那这个就是一点点的糖 一点点的糖 就是平衡一下它的辣跟咸 对 然后这是酱油膏 好 酱油膏 好 好 我把它混在一起了 好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 这个豆瓣酱的三个基底 一点点的酱油膏 一点点的糖 一点点的豆瓣酱 然后均匀地挂上所有的肉丝食材的风味 是 好 那我现在这个已经炒开了 就是肉记得要炒熟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豆子夹进来 这豆子还维持很漂亮的颜色 对 所以你如果说一起炒豆瓣酱的话 现在这个豆子的颜色就是太老了 对 那现在就很脆粒 对不对 而且因为我们豆瓣酱是偏咸的 那刚好有一点点豆来平衡它的咸度 所以我的豆子没有刚刚没有放盐巴 就直接放一点点下去 那是蒜末或姜末都可以 现在就把这个辣椒的湿 这是不辣的 你如果能够吃辣你就加辣的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这个巴黎达号炒肉丝 跟一般料理的方法不太一样 所以它那个可以保持原本 那个豆子的翠绿 而且吃起来口感真的也是很脆 跟肉类的那个甜味来讲是非常搭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 是我们刚吃都感觉 它的味道是非常适中 就不像大家去快炒店吃 那个味道比较重 你会想一直一直这个喝饮料 干嘛嘴巴会很干 会很咸 其实这个味道完全不会 就是非常适中的味道 所以让你会一直爬一直爬 又健康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适合 尤其是小朋友 如果不吃豆的话 其实吃下去这个会一直想要爬饭 会一直要爬饭 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大家学习的